在英文中學讀中二的簡迪兒 是香港出生的巴基斯坦裔小朋友 由於中文程度跟不上其他同學的進度 學校安排他讀只有小三程度的GCSE 即是綜合中等教育證書考試中文課程 由於中文不好 他擔心將來在香港很難找工作 如果在香港生活的話 我就覺得應該有問題 因為你在香港生活 尤其是找工作 就一定要懂得講、懂得讀、懂得寫 而專門協助少數族裔的容樂會指出 香港的學校要為他們讀新訂做中文課程 希望GCSE太淺了 文憑太難 有一個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給他們 可能去到初中程度其實都夠生活 停機會批評教育局制定中文政策的時候 沒有顧及少數族裔的需要 因為很多次教育局的反應就是 我知道我已經在做沒有違法 我們要求的不是知道在做沒有違法 我們要求的是全面掌握 這個少數族裔的同學的發展 評機會有建議 教育局推出計劃追蹤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能力 以便改善教育政策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周庭貴報導 我們繼續期待 什麼 splitting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